適當的一些消防單位派遣救護車的規範 那這個過程當中有沒有延誤 這個指引到底是是不是正確的 是不是對的 那第二個就是關於說整個後來事發之後 那家屬希望新北市政 能夠提供相關的一些資訊 包括錄音檔錄音帶 那後來他拿不到 那所以他認為說這裡面有問題 那他也來特別提出這一點 那第三個就是說 有人來陳述說 為了要重現當時的一個現場的狀況 那是不是有一個作假 來製造那個現場的整個過程的狀況 所以就提出了這個質疑 大概大致的就是這三個質疑 那整個經過情況大概是這樣 我們調查不只是關於這個新北市政府的部分 也包括到1922中央的部分 所以他最早的家屬的打電話報案 那進限是在這個5點42分 我們今年的4月14號5點42分 那到1922 那後來到了6點09分又有第二次 聯繫1922 那恩恩的媽媽在家裡打電話給119 消防局是在5點59分55秒 在那之前他們也有打電話給衛生所 那都打不通 都打不通 所以我們這整個過程去看 我們這邊幾個重點大家注意看一下 就是說消防局有兩次聯絡衛生所 都沒有接通 然後打電話給衛生局三次也都沒有接通 在下一夜來 然後一直到了6點25分 那才聯繫到了衛生局 衛生局 那所以這個是四格 他第一次到198萬 已經差不多25分鐘之後了 然後接下去來 然後這裡面有很多在核對個人的資料 那不只是恩恩小朋友 還包括他的媽媽 他的姐姐 那每個人詳細的核對他的資料 一二再再二三 一共有6次 那衛生局又聯絡了雙核醫院 然後雙核醫院又去聯繫的病房的安排 然後又回覆給雙核醫院 確定說可以收治 然後衛生局又通知這個家屬 然後又通知119 然後119又要回到雙核醫院 去跟他確認 然後才開始派車 派車的時間出來了 這邊是7點06分 7點06分開始打電話說 可以出動了 可以派車 然後到7點18分 抵達現場 然後27分送到雙核醫院 那1922一直過了兩個半小時之後 到了8點44分 才登錄資料 然後聯繫了這些 這個北區管制中心 衛生局 各單位 所以這個是在更晚之後的事情 那這個裡面我們調查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 除了調閱相關的資料之外 我們也做了兩場的諮詢會議 那各大醫院的 這個兒科的醫師 主任 這些教授 我們都有諮詢 詳細的諮詢 也開了兩場 有8個人 來接受我們 提供給我們 很寶貴的意見 跟資料 那我們也請了 這個除了中央 中央是 疾管署跟消防署之外 那也有地方政府 除了新北市之外 我們有台北市 桃園市 基隆市 他們的消防跟衛生單位 因為他們 也是新北口中說 大家都是一樣的規範 我們也去了解 他們是怎麼樣規範 他們是怎麼做的 到底有什麼樣不同的地方 那所以我們就有一些發現 那其實是 是有些差異的 這個新北跟其他地方的做法 有些不大一樣 有些不大一樣 來 我們來接下一頁 那這個地方是很重要的關鍵 也就是家屬質疑的第一點 就是說那個送醫的質疑到底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 那在4月14號 在事發當中 現在這個有我們的案件 這個檢察員要求情 這個為福報 也要有新北市政府 所以不僅是說 這個新北家的消防救 是沒辦法來推薦 這人一向是 哪一組 限定位 尚心總統 立刻下載 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